金融武俠天地 武林自尊, 補刀屠龍 雄靈天下, 莫感不重 倚天不出, 誰與爭風 倚天屠龍記 李安球監製, 吳偉榮編導 金融原著, 林浦改編, 陳永生錄音 並且由朱萬寺, 蔡雅閣, 簡偉安, 梁繼章, 莫家區, 溫泉等聯合播演 倚天屠龍記第76回現在開始播出 前面有間廟, 有吹煙升起, 一定有人 毛季哥, 下馬 文妹, 為甚麼要趕走兩匹馬 大哥可能追蹤馬蹄印尼 這樣做可以引開他 但沒出兩匹馬, 我們怎麼走 如今我受了傷 真氣沒辦法認罪, 沒氣力 不會走得很遠 不顧得這麼多了, 我們見步行步吧 今晚在廟裡住宿一晚 中樂神廟? 讓我敲門 是人還是鬼? 大師, 在下兄妹二人 在路上遇到強盜, 身受重傷 希望在寶薩謝叔一宵 請大師慈悲 出家人, 素來不與人方便 你們走吧 與人方便, 自己方便 對你未必沒好處 有甚麼好處 我去珍珠耳環, 送給大師 好, 與人方便, 自己方便 好, 你進來, 進來 我來吧 好 你們今晚就住在東廟這裡 鶴四弟, 你帶了誰進來 是借宿的人 大師, 請你布施兩碗飯, 一碟素菜 出家人, 吃四方的, 不布施的 好, 那就不理我們 這個和尚真可惡 毛記哥, 你一定肚餓了 我們要找點東西吃才行 文威, 小心 這幾個和尚似乎來而不善 每個人都面肉橫山 你們身上還有多少金銀珠寶 一起拿出來 分明是強盜的行為 罪過罪過 我們八兄弟殺人放火 本來是做強盜勾當 最近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算是做了和尚 兩位侍主有緣 是肥羊自己送上門 這次, 有女對我們出家人 六根能夠清靜 你們假扮和尚? 女侍主, 你不用怕 我們幾個剛剛少了一個押妙的夫人 你生得這麼花容月貌 整個觀世音菩薩 如來佛見到都動心 好, 我給你們珠寶 好, 就這麼多了 我們兩兄妹都是武林中人 各位要顧一下江湖道義 兩位是武林中人 那就最好了 不知道是哪一門哪一派 我們是少林弟子 是少林弟子嗎? 那你們就不幸運了 你們就唯有冤自己投錯門派 是… 文妹, 你站在我後面 讓我來對付這些小賊 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少林族出的叛徒 遇到別派的江湖人馬 還可以手下留情 如果是少林子弟 就非殺不可 姑娘, 本來我們要留你做阿妙夫人 既然你是少林的門下 我們只有先家人後殺 不可以留活口 你… 你們是不是元甄的門下 你怎麼知道 我們就是要上少林寺 會見陳友諒大哥 推舉元甄大師做少林方丈 善哉善哉 我佛如來, 普道眾生 我們正好和心合力, 共商善舉 大哥, 許弟連花開見佛 心積凌山都不會回答 居然想無衝是自己人 那怎麼辦 你這個小子不知死活 還顧著運氣打坐 好, 讓老子先送你上西天 好, 老子你 你腰法的, 有邪術 好, 我們帶大家一起上 走 走 毛記哥, 我以為這次我們一定沒命 誰知道… 我有九陽神功護身 本來我追不到氣 但是被他們敢打幾拳 反而打通了麥樂 那現在可以聚氣了 還未, 可惜那三個太怕死了 如果他們打多我幾拳, 踢多我幾腳 反而幫我早點恢復功力 不過, 如今可以慢慢恢復 一, 二, 三, 四, 五 糟了, 走了三個 他們會不會向元甄報信呢 我就是擔心這件事 不過, 我一定要盡快恢復功力 等我試試 我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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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怕要十天八天才能恢復功力 如今我還不可以發力 那…不如我們先離開這裡吧 我怕那幾個狗賊會回頭 那好吧, 我們走 上走, 別這麼容易 你們三個想怎樣 剛才我們沒有兵器享受 就奈你們不何, 現在 拿著這把匕首 不行, 我沒了勁力, 不能抵擋她 黎三 聖火令, 用聖火令擋住 拿來, 轉身的頭 不要讓他們走, 用聖火令扔她 是, 聖火令擋住 不中了, 再扔, 我用真氣幫你 聖火令擋住 中了, 中了 她…她死了 是… 子鳥哥 甚麼 這樣晚了 上官三戰 Cheers 他們又是睡覺的 常官三戰 睡了? 是呀 怎麼會呢 他們每時都喝酒, 喝到天亮 是啊 上官三哥, 是我 秦老五, 開門 秦五哥? 不是呀, 沒人應, 那就是睡了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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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你的死人頭, 整天都顧著睡 我看就不對勁了 撞開門 沒理由八個人都沒有醒 什麼? 真是撞門? 我叫你撞就撞, 動手吧 小心啊, 陷著敵人這樣算了吧 跟著我來 你幹什麼? 死…死屍… 死屍… 朋友, 是英雄的就出來 有種就出來和老子決一死戰 出來吧 沒有人應 秦五哥嗎? 怕走了 這樣吧, 四周查清楚 你去東邊守客, 我去西邊 怕… 怕… 怕什麼? 怕… 怕敵人人多, 大家在一起比較好 怎麼知道的 幹什麼? 什麼? 裡面還有死人 進去看看 怪不得了 什麼? 原來八個兄弟都死了 不知道是什麼人下毒手 什麼? 阿呀, 淳哥 我們快趕去少林寺 稟稟布給 師父知道 師父千吩咐萬吩咐 要我們儘快把請帖送出去 要在端午節之前開酮詩英雄會 如果我誤了大事, 誰會擔當得起? 但是, 八位兄弟死了這麼大件事 怎麼可以不及了稟告給師父知道呢? 這樣嗎? 對 不如這樣吧 怎樣? 我和你分頭行事 我去送請貼, 你回去稟告師父 什麼? 我一個人回去指? 你真是沒用的 好了好了好了 那你自己選吧 要是你去送貼, 要是我回去 那你真是沒用的 還是不要了 我還是回去指好一點 那你回去吧 別吵, 你吵什麼 鬼呀, 鬼呀 不是鬼呀 是個受了傷的女子 跟著我來, 進去看 薑屎呀 笨哥 她…她…她實是陰魂不散 你真是沒用的 自己嚇自己 就算是薑屎又怎麼樣 我姓秦的不會怕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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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了死了 真是鬼呀 真是鬼呀 秦哥會死死自己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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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命呀 老爺要命呀 我知道你死得很慘 但是不關小人事的 大老爺呀 不要拿我的命呀 嘩 武林中 竟然有你這種 這麼沒出色的奴才 嘩 是… 是… 小人是沒出色的 小人是奴才 真是奴才來的 嘩 你… 你過來 嘩… 讓我滑了你的眼神 嘩… 不要…不要… 不要… 要命呀 要命呀 老爺要命呀 要命呀 你已經被這位大爺 已經點中了死穴了 你嘗嘩吸一口氣 看看是否左邊胸骨 隱隱作痛 嘩… 吸…吸氣呀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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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要用金針 才能解開死穴 太麻煩了 嘩… 姑娘呀 嘩… 只要救得小人的命 小人做牛做馬都肯 嘩… 嘩… 像你這種江湖人物 我也是第一次見的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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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去收拾穴頭回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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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這樣就可以解開死穴了 還有幾個方位要敲的, 敲吧 是 謝謝, 謝謝, 謝謝 小人真的要叩頭 小人叩頭, 小人叩頭 好, 謝謝兩位不殺之恩 小人,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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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南山 我的外號叫做萬壽無疆 壽南山, 萬壽無疆 是 萬壽無疆 難怪你可以不死 你這樣的武功, 怎麼會是元甄的門下 是這樣的 小人只是跟一群六臨好漢 拜元甄師父門下 師父說我, 我說我筋骨太差, 沒有傳授過武功給我 哦, 那你怎麼得到萬壽無疆這個外號呢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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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因為, 因為我, 我, 我總是林鎮退縮 他們不是, 不是說我一定不會被人打死 哦, 雖然你武功不行, 但是煮飯的手勢不錯 多謝, 多謝, 多謝張爺讚賞, 多謝, 多謝 小人以後就服侍張爺和趙姑娘 這張請簡 只是寫著 敬請端楊皆知, 聚會少林 與天下英雄遵走共歡 我問你 為什麼那個巡導伍說這個大會叫做圖師英雄會呢 哦, 這樣的, 昌爺有所不知的了 我師父琴獲了那個大名鼎鼎的人文 他是叫做金無師王謝信 這次我們少林派要在天下英雄面前威也 當總劏了這隻金無師子 所以這個大會就叫做圖師英雄會 你有沒有見過那個金無師王 你師父是怎樣抓住他 他如今在哪兒 說起金無師王, 真是很厲害 那大會就很厲害 那個小人二個好幾位 那隻手臂好像小人腋的大腿那麼粗 還有啊 他對蒸光閃閃的眼睛 就幫忙碌包 哇, 真是雲飛拍散 不用動手便要跪下向她求搖 是嗎? 還有我師父和他鬥了七日七夜 出著不分勝負 後來我師父生氣起來 使出威震天下的琴龍伏虎功 這樣才修復了他 現在我的金毛獅子 就困在大紅寶殿的鐵龍上 用七八條純鋼做的鋼鏈綁住 你胡說 金毛獅王雙目失明 怎會晶光閃閃 那…那…那…那怕… 是小人看錯了 秀南山 再… 你要老實回答我 到底你有沒有見過金毛獅子? 小人…其實沒見過 只是聽師兄不斷說 萬獸無疆 你師父說得對 你是不適宜學武的 我勸你還是找個管家做一下 安安份份吧 你走吧 姑…姑娘 小人服侍了兩位十幾天 這麼快就不用小人服侍了 我們有事要做 不能帶你去 那…那…那你還不走? 走得了? 走吧 好…小人告退… 文妹 為甚麼放她走? 這種人 量她也沒膽回少林 本來最好的辦法 就是你點了她的死穴 派她回少林寺打聽 不過她太沒用了 毛記哥 我們的身體已經痊癒了 我們要起程去救謝大俠了 對了, 文妹 我們怎樣才能運到少林寺呢? 對…我看 就不容易運到進去 我們去少室山下上機行事 不過…我們要打扮改裝下才行 那我們扮甚麼好? 替光我的頭 我扮和尚 你扮尼姑 那你也想得出 一個和尚帶著尼姑 整天走來走去 像甚麼樣子呢? 那不如我們扮成一對鄉下夫妻 可以在少室山下種田斬柴 扮兄妹不行嗎? 如果扮夫妻 讓你那個周姑娘看到 我左邊肩膀又多五個手指洞了 剛才一節 《以天屠龍記》第七十六回 是由李安球監製、吳偉榮編部、金融原住、林浦改編、陳銘生錄音 現在經已播放完了